我早上离开,因为我需要去眼科医院 去拿我的OK镜子,他们会训练我一小时 告诉我如何放上OK镜子 你必须保持你的眼睛 后来我进去,然后我会拿OK镜子 我只是在旁边来帮助你 如果你带的歪了怎么样子的话,你自己来调整 在这我也会告诉妈妈怎么来弄 没有说这怎么洗 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没有带歪的情况下 你只有早上才用它,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纸上这样粘干 完全弄干之后,可以放到盒子里面 是这口,朝下放 但是你也可以就留在外面,等着下次来用 因为万一你这个东西没有干 你放进盒子里面的话 因为这个盒子加上这个盖是密封的 你如果每天这样做的话,都是有点湿 有点湿的话,场地下可能会长一些霉 长一些毛,小绿毛知道吗 那对眼睛就不好 所以你就可以在纸上擦干了之后呢 你就得留在外面就好了 好不好 你不要重复一遍,这东西怎么弄 所以因为它太湿了,你沾一下纸下了 然后那就别放进去了 要是放进去的话,它可能会长霉 那肯定不放了我 好吧 好,来吧,开始 我们就再说一遍,左边 whatever if you're comfortable left and right, what color? blue blue for which eye? 是left 我没有在这盖子给它洗出来 所以也是帮它去分左右的 手指有擦干吗 头正的,你可以把它移到,离稍微前面一点 好,不要扎,往前push 拿下来吧,从前弄一下 你的头呢,我从这样看,稍微是这个样子的 稍微正一点,正对着镜子 证得很好,就别扎 你别扎了就肯定戴上去了 差一点 你注意,你注意,睁得比以前好多了 所以别眨眼睛啊 喂喂喂,先把眼睛睁好 看镜子,眼睛也没有睁带 我把镜子往前进来 push上面 好,马上 70%已经戴上了 然后你就差这一点 你这样套特别棒 但就是 你像你自己之前说的 戴得快一点 然后上面push一下 对,别眨眼睛 push 上面上面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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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 往前一点 你往上一点 拿下来 拿下来 OK 你的手指也是在这 OK 你push的时候 你的手指要往上一点 否则的话 你都是在下面 还是下面会提到你的眼睛上 你上面还是分开的 是这样子的 好吧 OK 好,来 好 好 有啥 这个 这个脑袋为啥是歪的呢 我家眼睛有没有中带 对 别眨 上面 push一下 别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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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用力 拿出来吧 你的镜片已经滑出来了 他得戴的时候 那个手指是在那个 中间那个位置 还是靠下那个位置 他可能会习惯靠下眼 不过都没有关系 他只要别眨眼睛 他往前退下去 就戴上去 他这次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差上面那一点 就下面也完全戴上了 就差上面一点 别眨 push一下 用力 别眨眼睛 上面上面上面 好,闭上眼睛 慢慢闭 慢慢闭,不要揉 太棒了 让我看一下 慢慢来看一下 你看他戴对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他一眨眼睛 那个镜片在他那个 黑眼球的 正好 放一个边儿 您看见了吗 好 休息一下 你太棒了 说不定把左边戴上了 把一块再戴回去 怎么样 觉得左边比第一次戴的 会好一点吗 好一点 那你的眼睛就开始适应了 休息一下 但是我们把右边戴回去 我觉得你右边没有太大问题 好吧 你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麻烦妈妈了 他戴完这两个之后呢 我需要您练习 帮他取下来 万一在家里戴掰的时候呢 你至少现在可以练习一下 嗯 他戴其实我 右边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左边 就是你可能要跟他往上 稍微push一下就可以了 头稍微正一点 嗯 一般想戴这个 这个眼镜的时候 这个环境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他写的台上 还是在他在厕所的桌子上 好 等一下啊 别扎 拿下来 回到你上一个问题 看他自己的习惯 他可以坐在写字桌上 他只要舒服就行 他在厕所也行 就是怕掉水石里去 嗯 很好 别眨眼睛我先推 啊哦 差一点 但我一会告诉您说 在厕所怎么办 就是怎么可以避免这种 异败发生 你以后我告诉您啊 最准的 往上压 拿下来吧 还是一样 你的手指呢 比较靠下 你的push的力气呢 你全都是miss在上半部分了 就是今天的上面 你都是这样戴的 Emily 你这个手要往上一点 给它压上去就对了 每次都是这样 好不好 嗯 好 头转正过来 哎 嗯 又眨眼睛了 眨眼睛的时候没有戴上 就拿下来重新试 您在家也提醒他 他如果没戴上 他眨眼睛了 就拿下来重新戴 因为镜片可能 你就不戴上手指 最开始的位置上了 他这个掉下来以后 又没有重新在那个盒子里涮一下 他只要上面还有solution 在上面有保留 就可以在他手指上戴上的话 就没关系 嗯 但他如果干了 他的镜片 就不会在手上戴上了 有点俗事是帮他 让这个镜片拿下来 戴上了 是帮助他 那个戴镜片的戴 我看一下 他自己在做什么 就是这个 你在旁边的时候 在家就提醒他 就上面稍微用力一点 我觉得他可以完全自己戴 但是就是如果你想帮他也行 但我觉得他可以完全自己戴 他怎么检查呀什么东西 他很清楚 他都知道 所以这样很好 别看他咱只有八岁 但是还是很棒的 好 让他取得以后呢 一会儿您来练习把它摘下来 那您是喜欢 我把这让妈妈放你摘 把这东西给我 好 您是喜欢左手还是右手 我垫 您是喜欢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右手 好 你洗一些垫子给他弄好 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洗手 好 您呢 就拿着这个东西的后半部分 它镜片在哪儿 你就对准那镜片就行 对那镜片的什么位置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比如说贴这个边的话 那你就稍微这个边就是这样白一点 它只要有空气进去 就可以很容易取下来 因为镜片比这东西大 但如果戴歪的情况下的话呢 你就指挥它 比如眼睛上上看下下看 只要它镜片整个露出来了 你就对准这个东西 但是拿着这个瞬间 一定要保识它不可以眨眼睛 我就砍到这个后面了 好吧 来您试一下 哪个眼睛不舒服 这只先拔右的那个 它也可以自己把眼睛剥开 你自己把眼睛剥开 我拔不开害怕 这里头长得疼 你看着妈 你看着你妈妈 我睁眼睛 不用张嘴 张眼睛 来你看着镜子 这个玩意儿就有难度 你自己拔开 就它自己拔开 然后你帮它对准镜片 我打不开 打对上了 那你先怎么着 怎么能保证这个东西干净呢 一会儿 那我跟你说 嗯 行 你对准那一张之间 90度不能有角度 对 轻轻压一下 可以了 就是这样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 肌肌还有一点带的 还可以再稍微轻一点 您这些东西 怎么说呢 它可能就需要您第一个星期 他已经习惯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您可能就不要帮他 就在旁边看眼睛就行了 一个星期之后 你都不需要看到它 那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好 来 你在那边让妈妈帮你摘下来 这样妈妈练习一下 这样妈妈也知道怎么回事 对手不要有那个镜片 正对它 然后轻轻压一下 你觉得东西在上面轻轻压一下 就是这样 对 你看这次就比上次轻了 切盐可以拿下来 明白明白 就是再来这意思 这个东西怎么保持干净 刚好我先说跟她提了一句 就是说它如果在这种没有带歪的情况下 它只有澡才用 那就在纸上擦干就可以 那必须是橡胶的东西 可以不用经常拿水来洗 拿水来洗 不用 不要拿水洗 就这样擦干 大家擦干也知道 如果这东西还是有点湿 你放进去的话 它听见这样做 就可能会长霉菌什么的 就那黑乌乌的东西 所以它就擦干就留在外面 下次用就可以了 这个盒子的话 给您做说就是说 它如果想要干净的话 它其实一周洗一次就可以 砸洗 砸洗 它就可以滴一滴这个cleaner 一边滴一滴 这样粗 像肥皂一样 这可以拿水冲 但是一定要拿纸 完全擦干 然后它最好是晚上洗 那这样一个晚上这样敞开 连盖一起都这样敞开 完全晾干了之后 第二天早上再用 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保证说 绳子就不要沾上水 就这样子 嗯 这个东西如果您想洗的话 您第一个cleaner 这样揉揉也可以 拿水冲干 也是一样完全擦干之后 它可以下去再用 好不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不好 嗯 你要再试一遍吗 还怎么样 不用我 妈妈呢 还让它再试一遍吗 回家 回家吧 好行 那我们把这个盖子盖好 你自己想一想 佩戴 摘 清洗 有什么问题 还是要我帮你解答吗 哪儿不太清楚的地方 没有啊 妈妈有吗 你刚刚说在厕所 怎么弄来的 在厕所 对 如果真的 在厕所比较方便 如果它有几个这样的水池 你就拿一张厨房的那个纸 把水池口里挡住 这样它水还是可以通过去的 因为那纸很结实的 但是它今天如果真的掉进去 它有纸结实的 而且白色的比较容易长 那因为它每天晚上戴上 可能会有张新的纸 那里面就每天 反正这个擦完手 就把那个新的铺在上面 就每天这样换就可以了 这样就预防 它今天如果真的掉进去的话 不会丢 是这个样子 那要是它在写字台上呢 在写字台上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不过当然不管是在写字台 在写字台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这晶片 如果掉在 不是桌子的地方 掉在下地方怎么办 刚刚我没有跟它说这个事情 它之前几次是掉在桌子上 它就反正拿起来冲一下 就再带回去 它如果发现桌子上没有 它的脚千万不要动 它如果是坐在椅子上的话 椅子也千万不要动 因为很有可能会踩到 或者是压到这个晶片 所以先抖抖衣服 因为说是说衣服上没有 但抖的时候可以清晰到旁边 看会不会掉在地上 那么衣服上确实也没有 就是真有可能掉在地上的情况下 椅子不动的情况下 把脚移到说 确定没有晶片的地方 然后再躲下来找 还因为它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您地毯什么颜色 因为它虽然是这样还是有颜色的 但是如果掉在这种地方的话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看 没那么容易看得见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刚才跟他说 就是带的时候一定要靠进桌子 所以他如果真的掉的话呢 还是很高的情况下 都是在桌子上面 每天要用一个厨房纸铺在桌子上 是吧 就是让它擦手 因为它那个手指上有那个solution 会比较滑 拿这个手指来蘸干手指 然后这张纸擦干手指 擦干手指就铺到水池上面 万一它要是在水池做什么东西 掉进去的话 不会丢 那如果一直在屋里面的话 那不铺也没有问题 但只是说 万一有这种情况下的话 您铺一掌 心里总是会踏实一些 然后这个晚上 就是全都放在桌面上晾干 然后这个里面液体就倒了 它戴完之后可以倒掉 可以 如果说你倒完之后 那你东西就洗干净 你不能说不倒 然后你没洗 这样就不好了 如果你马上给它倒掉了 就把它洗干净 但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配胜说 它这个芯片戴完之后 就可以留在 这盒子水也可以不用倒 因为它一直 泡的是干净的镜片 它可以当早上摘之前 再把气图倒掉 再倒新的进去就行了 因为它一直都是放新的进去 所以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要一个星期洗一次 一星期洗一次就可以 就拿那个 就跟洗净片那个过程一样 对对对对 但不用拿手震冲 它可以拿水来冲 但冲完之后 一定要保证完全亮光 它也可以 它下一次呢 我们会给它约个碰面 就大概下个星期二 回来做第一次的复诊 因为我们是从今天开始的第一周 第一个月 然后三个月一次 是正常的情况下 当然每个孩子的眼睛情况不一样 所以你每次回来的时候 医生会根据他检查的结果 建议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会根据他的那个建议时间 和你的时间给Emily 约相应的appointment 但下一次的话 差不多是下星期二日左右 或是星期四 因为我们是那个 Thanksgiving code 所以他只能去 回来做第一次的bottle up 那让医生看看这个情况 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会教他用另外一种solution 那么 还有另外一种 叫深刻清洁的步骤 但今天不会讲 不会让他too much information 就是focus在用这个 我们叫buston的solution 来清洗 做日常的清洗就可以了 好不好 明白了 明白了哈 好 那你把这个 嗨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hese are my lenses I finally got them these are ok lenses and it said on here blue is left green is right so one of them are different colors this first one it set on here re-witing drops re-witing drops so I'm really sure what is this but the doctor taught me that this is the cleaner like the soap when you wash your hands and this is the solution when you wash it there's solutions in here and one is blue and one is green and they are very hard not like this anymore you have to put them on your pupas or they will not feel good because only your pupa is oversized this is the plomper or what you take it out from your eyes this is the box i got from the doctor is this boston bush and foam advice starter kit so i think these three go in there and this is the outside one i bought and same as this one this is the tissue i bought this one because this is the kitchen one because this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ones i don't have fluffy ones because they might get in your eye and it won't feel good also if you are next to the sink doing this you have to put one on the sink so your ok lenses won't fall so how do we clean the ok lenses first you use this cleaner and you dip one drop to two drops if you dip one drop you will need fifteen drops and then you scrub it between your fingers but you can't scrub it too hard if you get two drops on here you will get thirty drops on here one drop is fifteen drops on here so you both you use something to hold it and then you scrub it and then you put it back and also this box you don't stay the solution in there you take the solution out when they are dirty you clean it one to two weeks so now i'm going to tell my family so putting these on it doesn't feel good but it feels fine after five to ten minutes i feel fine with it and it doesn't hurt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so now i'm going to wear it aalfit i have to close myself woh 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and now i'm all prepared and i have put it in my eyes already and now i can't open my eye to see you guys but it's all in my eye right now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write it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video and bye please subscribe subscribe